一代船持人物许家印被装 做过首富 上过国庆月宾管理台 曾经无尽辉煌的皮带哥 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 就从首富变成了首富 你觉得他这一生值得吗 一起来亏佩下 1958年许家印出生在中国河南中口的一个少川庄 在近平潭两岁少母 1975年十七岁的许家印高中一业 但在那个时代 他只能去使了突来机 撸起扑管 在地理干了两年的门关 1977年 船航恢复了高考的季度 他以周口是第三名的城市 考入了武汉钢铁学院 这所学校是武汉科技大学的前生 可以说是同年人的绝对教教者 四年之后他成功毕业 被分配到河南武洋钢铁公司工作 作为船里第一个分配过来的大学商 许家印很受重视 第二年就升任两车间主任 1987年30岁的许家印 获得了冶金工业部颁布的掌握 当时整个武汉钢公司 一共获得了23个奖下 许家印一个人就不占了 六个风头 一十五两啊 如果不出意外 许家印的医生 可能会适合钢铁商办的医生 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 1992年35岁的许家印 就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故 当时钢铁公园的工资 普遍偏低 为了给大伙提高升职 许家印变卖了公司闲职的废料 就因为这事 他被举报了 最终被逼辞职 于是在同年 许家印决定南下深圳 来到了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 他成为了中达贸易公司的移民业务员 月星期五百 1994年 许家印带着中达的三个人 来到了他的福地广州 开展了房地产业务 在他的商业运作上 三年就给老板赚了两个亿 他经手的珠岛花园 也成为了广州著名的楼盘 从这里开始 许家印就发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于是他决心在房地产行业大掌手脚 然而 当时月星三千的许家印向老板提出扎心 可是老板拒绝了 于是在1996年39岁的许家印 成立了广州航大房地产公司 命运的使人开始转动了 1999年仅仅三年的时间 许家印就让恒大从一间小公司 减成了广州房地产 综合实力30强 第7名 2006年到2011年 在许家印的大领厦 恒大集团各商指标 获得了46倍的跨越式增长 成为了一个集团 商业 住宅 商业 酒店 体育 及文化产业 与一体的巨无霸公司 2010年许家印 还组建了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 开启了中国金融足球的序幕 拿过两次亚军中敲七年挂 可以说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成功的 俱乐部子一 2017年 正是房地产行业 也蛮旷张的时候 也正是那一年 许家印 以2813.5亿元的财富登上了 服务师中国财富王仿首 成为中国首富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这个时候的许家印 可谓是名义上丰收 如果他此时选择机流勇退 他绝对会是成为中国商界人物的典范 因而后面事情我们都很舒适了 2021年 航大传出了基金锻炼的时候 是2023年 65岁的许家印 因为违法犯罪被采取 残疾措施 一代传奇就此落寞 看完许家印的这一项目 还可以发现 他前半生的成功 可以说是中国近40年以来 无数人历史的缩影 但是太多的成功 让许家印的胆子越来越大 不止越来越大 他在不止不觉之间 变成了一个 傲慢自大 无计后果的 好路之徒啊 终于把自己和强大引上的绝路 事实证明哪有大而不倒啊 在有危险的游戏之中 没有人可以传身而对 回头看看 一生荣耀终成功 关注我 即将有用的